五元饅頭 餐禮是不是台中人 每個地方都有迷人的特色小吃 來到台灣大道的巷子內 就有一家飄向超過一夾子 台中人會懷念和思念的饅頭攤喔 小學六年比起來 跟本人家在館店 家館店都六年七個月 做了一本饅頭 那一本饅頭是有三種 所以烤的土的 烤的要多大大 所以烤的比較沒那麼好 有的有兩種香氣 比較香 因此民國三十八年出來擺蛋做生意 阿伯就選擇做炸饅頭 要是我那是一顆只要一毛錢喔 做到七十多歲 比例漸漸符合不了了 阿伯把原本做印刷的兒子 簡正義叫回來接班 我老的那是很嚴重 他在做阿伯 你如果不照他這樣做喔 一年來啦 比賽 光陰事件歲月如說 簡正義接手至今有二十多年了 叫我老了 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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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伯說儘管原料物價都漲了 他的五元饅頭已經三四十年沒漲過價 本來是要去啦 我老了說 不要啦 有台書就好了 有人家吃就好了 今天那時候啦 嘗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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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板架加上兩個樸實可愛的老人家 我想這是饅頭蛋一厘六十多年依然所婚飲的關鍵 至於這次油鍋裡翻滾過了饅頭 思維如何呢 很好吃 很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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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五年來 每個月都來報導周鴻心 好 今天很難的機會看到這邊都沒有在排隊 趕快進來先買一下 吃起來口感是非常Q彈 然後餡料是非常實在 小時候就開始吃大概二十年了 我經過一定會繞過來買 外面酥酥脆脆 然後裡面的餡 紅豆餡很浪漫 你心動了嗎 下回路過這一代 記得來嚐嚐這個老蛋的老味道喔 多新聞台中報導